大家有發現你身邊的朋友 是不是因為受到一些網路的霸凌 被憂鬱先生給纏上了嗎 藝人陳漢典 威廉 大賀 體育選手林書豪 周天成 吳嘉穎 還有歌手李愛維 陳琳九 林凡 以及主播網紅等20位名人 特別拍攝影音及貼文 響應董事基金會 倡議的停止網路霸凌日 藝人威廉和大賀 更以自身經驗 呼籲民眾正式網路霸凌問題 受關注的時候就非常非常多的人 攻擊我啊 包括主持不好啊 說我這個英文發音不好啊 什麼什麼 那幾天的這個 而且同時間你還是要必須繼續在工作 而且要繼續在場上 那我可能就多了五虎哥啊 或什麼 但這些所有突然間一晚上 多了四五百折的人 那剛好我這個人又犯見 我也會去看 我也會去看 那 現在的青少年 他當然是 身心靈的沒有辦法那麼健全 那我們是已經 千瘡百孔了啦 所以多了這幾個洞 但還是會痛啊 還是有感覺 還是很不舒服啊 我自己有一個防火牆 我盡量去篩選 大部分我還會自己去觀察 說他們的攻擊 好像沒有攻擊我不帥這件事情 所以我就想 詳細分析就對了 分析下去 就是我在找尋說 這些四五百折的攻擊當中 有一些人是真的有建議跟建言的 就是說 你可以再去上一下英文課啊 然後發音的問題啊 然後我們支持你 這個我會吸收 他那時候留言說 我看了播出 原本不認識你了 我還特地找你的粉絲專業來罵你 讚 讚 謝謝你 恭喜你認識我 對對對 我就只能說 謝謝你還花時間 花力氣 讚 對 來找到我的粉絲專業 謝謝你喔 因為我覺得 伸手不打笑臉人啊 喔 所以你是高EQ回應的耶 我只能這樣做啊 那這個時候傷痕 但是留在深夜裡面 自己在那邊這樣子 OK蹦踢一下 OK蹦踢一下 所以我要讓這人知道說 其實你即使 呃 一句 不經意的留言 但其實對於 呃 傷害是很單有 之後都不太敢算那個節目 發了我幾次通告 我只能說 不好意思 這樣 喔 那其實像我家男生之間很喜歡開玩笑 有的時候 你怎麼去分辨他是開玩笑 還是真的在惡意重傷呢 你會怎麼分辨 你的方法 其實 這很主觀耶 喔 真的啊 就是 你覺得那是開玩笑 那就是開玩笑 但是你覺得這個東西是惡意的 我覺得是惡意 那就是惡意啊 所以這個時候你傷害就造成 所以我覺得每次 大家要講一句話 的時候 我覺得要停看庭 這不是我上傳的耶 趕快確認一下帳號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 來不及了 已經有人轉傳啦 不要看啦 你不要傳給別人 笑死 這不是你自己PO的嗎 不是啦 還有你怎麼也可以這樣看 根據董事基金會調查指出 全台青少年中 2.5%有被網路霸凌的經驗 而調查也發現 從旁觀者轉為發生者 有將近五成機率 可以讓霸凌者停止行為 因此今年董事基金會 也和全台時間學校合作 宣導停止網路霸凌日 我們在跟這個 我們的心理 心理衛生中心在討論到 有關於網路霸凌的問題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一再企圖 能夠從法的方向 來針對這種 所謂的網路霸凌的防治 能夠產生積極的效果 事後的處罰 損害都已經發生了 傷害都已經發生了 尤其對未成年人的傷害 是太嚴重了 所以我們真的希望 能夠呼籲我們的政府 能夠正視網路霸凌的問題 不要只是在一些地方機構的 這些有關於中小學教育 校園霸凌的這個領域 來做一些空談 其實我也參加過不少 這樣的一個會議 我們的教育機構 現在幾乎都是校園霸凌 就是教育機構的問題 但是我們的教育機構 他們所必須要管理的項目 不是如此的繁雜 你要讓他們真正能夠在 校園霸凌的領域 尤其是網路霸凌的領域 能夠發揮功能 我個人是覺得非常非常的困難 因此希望我們的呼籲我們的政府 呼籲我們的社會大眾 要重視這個網路霸凌 針對青少年可能產生的影響 我們大家必須要能夠拿出對策 學生使用3C產品時間的增加 那學校更有責任要教會同學 同理 尊重 正確的使用網路媒體 那當然在這邊 我們也一再呼籲宣導 跟同學講說 一旦遇到網路霸凌事件 我們就是記得不要害怕 也不要自己隱忍 在這裡我們就是找學校的老師 或者向家長反映 那當然在這裡 學校就一再呼籲他們 學校一定會陪你勇敢 不要一人孤單承受 那在這邊呢 學校不管是調查事件 或者是事件的澄清 還有有關於相關事件同學們的情緒重建 這些學校一定都會提供 所謂的資源還有協助 而少精神科醫師陳直才表示 青少年遇到網路霸凌時 可能會有憂鬱焦慮情緒 父母觀察到孩子常流連網路 飲食睡眠習慣不正常 心情明顯低落 很可能就是遇到網路霸凌問題 這個過程裡面可能我們不只認識到這個東西對生活的一個傷害 可能我們也低估了所謂它跟傳統霸凌的不同 很多家長或很多的成人會覺得我關掉就好 可是我們對霸凌的定義是一個慢性重複的 可是當網路每一次開每一次就跳出來 他雖然只留言一次 他其實對孩子來講 他就是一直重複的一個狀況 怎麼樣讓孩子了解到這個部分 所以整個來講我覺得霸凌當然就像我剛才 就是校長們或所有人提到 他其實是一個自殺自傷的高危性群 所以孩子在這個霸凌的一個過程 當然會覺得很受傷 各方面 所以其實從防治到了解孩子為什麼會受傷 就是主觀的感受跟客觀的事實 有些時候是因為我們不了解孩子花多少時間 他的世界是不是只剩網路世界 那可能這是跟大人很不一樣的一個看法 還有他們的生活作息在這樣子的一個過程裡面 影響了什麼 其實我覺得孩子是會丟出說 一個是他的作息會受影響 睡眠、心情、吃東西 就是生理上面會受影響 另外一個是當孩子丟出訊號 譬如說我告訴你 通常我們會覺得不是那麼嚴重 就你關掉就好 我覺得這是一個太輕忽的點 所以我們才會覺得應該要有更多的認識 那第三個是讓他們學會去 有困難 我覺得不一定到真正很嚴重 有問題 我覺得他們就可以去尋求 所有可信任大人的一個協助 董事基金會希望藉由倡議停止網路霸凌日 提升青少年心理任性及網路霸凌防治觀念 也呼籲政府應更完善網路霸凌防治 相關法律保障社會大眾使用網路安全 以及對霸凌行為有所嚇阻 記者聯席會台北報導 Ciao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